东晋清济两周刺史刘靖轩的参军司马道次是晋朝宗室的远亲 听说太尉刘玉进攻司马修之 司马道次便与同僚匹驴道秀身边的小将王蒙子阴谋刺杀刘靖轩 然后占据广固响应司马修之 初三刘靖轩召见匹驴道秀把别人全部秉退秘密交谈 他身边的侍卫也全部被隔在窗外 王蒙子慢慢地绕到刘靖轩身后 突然抢过刘靖轩防身用的佩刀把刘靖轩杀了 刘靖轩手下的文武将左官吏马上声讨司马道次等人 并把他们全部斩杀 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寺向北巡视 西亲王齐福赤盘的儿子齐福元姬从长安逃了回来 齐福赤盘任命他为尚书左仆业 五月初五北魏国主拓跋寺前往大宁 东晋赵伦兹沈林子在石城打败鲁鬼 司马修之鲁宗之准备营救却没有来得及 于是和鲁鬼一起逃奔襄阳 鲁宗之的参军李应之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去 十二日 司马修之鲁宗之鲁鬼 以及侨王司马文司 新菜王司马道次 新菜王司马道次 梁州刺史马靖 南洋太守鲁饭等人全部逃奔后勤 鲁宗之平时很受百姓拥护 人们纷纷掩护保卫他 把他送出国境 王振鄂等人前来追捕他们 到了国境没有追上便回去了 当初司马修之等向后勤北魏国请求救助 后勤征鲁将军姚臣王及司马国带兵抵达南洋 北魏长孙松抵达河东 听说司马修之等已经失败便带兵回去了 司马修之到了长安 后勤王姚兴任命他为扬州刺史 让他去亲袭骚扰襄阳 司谕是唐圣对姚兴说 根据预言帝王受命其凶的扶命称为说 司马氏应当重新夺取河洛一带 现在让他带兵在外 就像把鱼又放回湖海一样 我看不如封他高官 给他优厚的待遇 把他留在京师 姚兴说 过去周文王最终在里得到市民 汉高祖在鸿门没有被杀 这都是天命在左右 谁能违抗得了 如果真像扶尘所说的那样 把他留下来 却正好是促使灾害加重 于是派遣司马修之去了 东晋下诈 加封太与刘魏为太父扬州墓 特许他可以带剑穿鞋上殿 进宫朝建皇帝不必小步走 奏事时不必思宜称明通报 任命眼清二州次使刘道连 为都督 京 乡 义 秦 宁 梁 梁 雍 七州驻军士 剽写将军 荆州次使 刘道连为人贪婪 彼漏 没有才能 刘豫任命中军长使 近邻太守 谢芳明为剽写长使 南郡相 刘道连府中的所有事物 都向谢芳明请教之后再决定 谢芳明是谢冲的儿子 东晋一州次使诸岭时 派遣使节 前去拜见北梁河西王居区盟训 宣称东晋朝廷的威势和德政 居区盟训派遣社人黄迅 前来拜见诸岭时 并且呈上奏表 说 听说车骑将军刘豫 打算清剿中原地区 我甘愿做他的右翼部队 帮助他驱逐戎足强盗 夏王赫连伯伯派遣御史中城 乌罗姑与居区盟训递接盟约 居区盟训派他的弟弟 黄河太守居区汉平前往夏国 在盟约上签字 七亲王齐福赤盘 统率三万大军袭击黄河 居区汉平抵抗 派遣司马为人 连夜出击齐福赤盘 把他打败 齐福赤盘刚打算带兵回去 居区汉平的长使交场将军段景 暗地里照引齐福赤盘来攻 齐福赤盘再次挥尸进攻 交场段景 于是劝说居区汉平出城投降 伟人率领一百多名壮士 占据南门楼 坚决不投降 围攻了三天也没有攻下 最后他们精疲力尽 被齐福赤盘抓获 齐福赤盘打算杀了他 散其尝试五为人断挥 劝说说 伟人面临危难不怕死 是一个忠臣 应该宽佑他 以此鼓励那些忠于君王的人们 于是把他囚禁起来 齐福赤盘任命左卫将军 齐福匹达为黄河太寿 进攻以福枯前 收降了那里的三千多户百姓 后回来 又任命尚书幼仆业初联前 为都督领北诸军事 梁州刺事 任命梁州刺事 齐福前屯为镇军大将军 何周牧 伟人在西秦 被囚五年之后 断挥又为他求情 齐福赤盘赦免了他 让他回姑丧去了 悟悟 北魏国主拓拔寺前往如园 于是又到上古着陆 广宁等地 秋季七月初二 回到平城 西秦王齐福赤盘 任命秦州刺事 齐福坦达为上书令 任命光禄勋王松 受为秦州刺事 三十日出现日时 八月十三日 东晋太尉刘裕 回到建康 坚决辞让太父扬州牧 接受其余任命 任命世子豫章公刘裕福 为燕州刺事 丁卫 东晋尚书左仆叶谢裕去世 任命刘牧之为上书左仆叶 九月十九日 东晋实行大赦 北魏一连几年 发生双汗 收成不好 云中带军一带的老百姓 有很多人都饿死了 太史令王亮苏坦 向北魏国主托拔斯敬言说 按照称书的说法 我们魏国应该把都城建在夜城 那样的话 可以得到富足欢乐 托拔斯向各位大臣 征求对这事的意见 博士纪九崔浩 特进京兆周丹说 千都城到夜地 可以解救今年的饥荒 但却不是长久的办法 小山以东的人民 认为国家本来居住在辽阔的大漠之上 以为国民和牲畜一定无数 因此称作是牛毛那样多 现在一旦迁都 便要留下军队束手旧都 只能分出一部分人向南迁移 这些人不可能住满几个州的土地 只好与汉人掺杂居住在各军各县 这样我们人少的情势就会暴露 恐怕四方的邻国也都会因此产生 轻视我们的想法 况且我们的百姓 不习惯那里的水土 得病受伤死亡的人一定很多 再者 旧都的守兵减少之后 屈盖柔然等国 就会有窃取我们的想法 假如他们动员全国的军队前来进攻 云中平成一定会发生危机 南迁后的朝廷 由于有横山带军的千里险要 重重阻隔 很难迁去营救 这样的话 就会在民省和实际利益上 都受到损害 现在我们居住在北方 假如小山之东的地方有什么变乱 我们派遣青庄骑兵向南进攻 把部队分布在林野中间 谁能知道我们人数的多少 老百姓看见我们的征臣 便会畏惑敬服 这就是我们国之所以用威力制服 汉人的真正原因 明年春天到来之后 杂草生长起来 家畜吃饱之后 牛奶乳酪等便可以供应上了 再加上蔬菜水果 便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的季节 我们面临的这些暂时困难 便可以克服 图巴四说 现在国库彻底空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到来年的秋天 如果明年秋天又出现饥荒 我们将怎么对付呢 崔浩登回答说 应该把最贫穷饥饿的人挑选出来 让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方 去谋生找饭吃 如果明年再饥荒 到时候再想办法 只是现在不可遣度 图巴四高兴地说 只有你们二人与我的想法一致 于是挑选百姓中最贫寒的人家 前往太行山以东的三个州去谋生 并派左部尚书带军人周己 统帅军队镇守颅口 安抚召集他们 图巴四本人也亲自下农田耕种 又命令有关部门 劝勉指导人们 从事农业和重丧养残的劳动 第二年 庄稼丰收 人民于是富足安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